LTTC 成立于民国40年 是在台湾深耕英、日、欧语教育历史最悠久的专业语文机构 核心价值包括多元文化语终身学习 民国100年亦配合教育部第二万语向下扎根政策 为日、法、德、西班牙语的初学者打造了SFLPT 第二万语能力测验基础级 为呼应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中 因培养中小学生从事文化学习与国际了解的能力 LTTC 自今年起与台北市国小合作 办理第二万语实验教学 今年2月至6月期间 LTTC 分别与台北市西门国小、无星国小、 中校国小、精华国小、合作办理日语、德语、法语、西语实验课程 由LTTC 欧日语研究员负责规划及教授课程 每周上课一次 每次30分钟 共15周 本实验课程的目标为 1.强化学童的国际观及对于多连文化的接受力 培养外语学习的兴趣 2.让学童透过主题情境 学习辨认基础语音 进行最简易问候及沟通 3.培养相当于CEFR 欧洲语音能力共同架构 A1初阶的基础语音能力 本课程的设计 包含利用文化相关主题 引发学习兴趣 例如 学习常见的法国美食名称 让学童产生对法语 以及法国文化的亲切感 课程还利用极点任务和各类游戏 提升学习动机 例如 试语课透过字母冰火 我说西语及点卡等 增加参议感 唱童谣为课堂活动之一 例如 学唱日语童谣 搭配手势动作 自然轻松地熟悉日语发音 单字与节奏 本课程以听说练习为主 例如 德语班鼓励学童上台对话 比赛唱歌等 提高学习兴趣 以及开口说德语的自信 借由上述的课程设计 进行教学 我们达到了以下的成果 学童不仅认识了各个语言背后的文化 如 食衣娱乐 重要节庆 学会了字母发音 以及简易的生活字汇 也能掌握基本的问候 道别 并自我介绍 更学会了演唱歌曲 接下来 让我们透过几个具体实力 展现学童们的学习成果 在母亲节前细 无心国小 西门国小学童 分别用德语 日语 写下感谢妈妈的话语 西门国小学童 在全班师生前 以日语打招呼 自我介绍 中校国小学童也活用所学 用法语介绍好友 同学 精华国小学童 在全校的母亲节活动中 演唱曲调 轻快的西班牙语歌曲 感谢在场的志工妈妈们 此外 每位参与的同学 将于课程结束后 获办一张结业证书 未来 LTDC将延续 第二外语实验教学计划 与有医院尝试 第二外语教学的国小 讨论合作的可能性 此外 为了让更多学童 有机会接触第二外语 LTDC将多元发展 为国小学童设计 第二外语课程或教材 LTDC也乐意协同 本学期合作的四所国小 会整本实验课程之设计 教学过程以及成果 与各界分享 作为他校外语教学的参考 希望本实验教学 能够协助台湾学童 成功展示 迈向国际舞台 最后 LTDC要向本学期合作的 西门国小 丁一行校长 吴兴国小 林兴赵校长 中校国小 林芳如校长 金华国小 徐德渊校长 以及所有协助 支持本课程的主任 老师 学生 家长 至上最诚挚的感谢